湿气是一种中医理论概念,中医认为自然界中气候潮湿,食肉等是湿气的来源,湿血过重责义生洋气,认为通过饮食,起居可以对湿气进行调节。 有些人体重并不是很重,可是看起来为什么全是肉,圆滚滚的,喝凉水都上胖是真的吗? 带着这些问题,好好看完这篇文章,你就知道瘦下来的方法了。 如果两个人吃的一样,有人胖的就快,那么这根体质脱不了干系,什么样体质的人容易发胖呢? 体内湿气重的人,他们一般连喝水都会肥,看起来很强壮,全身是肥肉,但却很虚,体力也差,很容易困,耐力差。 简单的说就是谁种,湿胖。 常言到胖人多湿,受人多气,胖人之所以胖,很多都是因为湿气重而身体败水功能差。 为什么胖子多湿呢? 一,湿气一般是由外湿气入气体内产生内湿气,如经常淋雨,穿湿衣服,太冷衣服穿得上等等。 二同时饮食不到也可能产生内湿气,比如夏天吃冰棍伤了皮脏,影响体内水分的排出,多余的水分停滞,在体内就形成了湿气。 三,脾胃虚弱,气血亏虚,导致脾湿渐运,而脾胃功能失常,运化功能减弱或者不足,就容易出现体内水湿不能及时运化,进而出现内湿激距,而表现出湿气重的压健康状态,是胖子的症状。 一,起床时看感觉,如果出现头发昏,大不起精神来,或是像穿了电视衣服一样,浑身不清爽,人也懒得动等情况,那么可以肯定你体内有湿了。 二如测试看大便,可以观察一下大便,是不是粘在马桶上,冲好酒才能冲干净,也可以观察手指,正常的话一两张指就够了。 如果三五张只反复擦也擦不进,也说明体内有湿了。 大便的颜色和形状也可以帮助判断体内是否有湿。 正常的大便是金黄色香蕉型的,但现在很少有人试这种健康的大便。 三,洗漱是看舌滩,健康的舌淡红而润泽,舌面有一层舌滩,薄白而清净,感濕适中,不花不躁。 如果舌头达不到这些指标,那说明身体机能已经出现问题了。 四,刷牙的时候有呕吐,恶心,嗓子里边总是有嘶嘶啦啦的,不干不经的感觉,这是有湿气的症状。 五,常常感觉小腿肚子发酸,发沉等症状也是有湿气的症状。 六,吃饭的时候流鼻涕,也是有湿气的症状。 这六个症状,你要是占了三个以上,十余八九就是吃胖子了。 那么吃胖子,怎么变成了运寿体呢? 各从两方面入手,一个方面是健脾,另一个方面是趋势。 食疗健脾趋势方次一,红豆一米粥。 红豆一米粥成粥,致食臂,立肠胃,消水灼,健脾异味,整服精神益气,补心。 现代人精神压力大,心气虚,意识不竭,运动量少,皮虚失胜,气腰驱失,又要补心,还要健脾味。 非一米和红豆莫属,将气腰成粥,亦在使其有效成分充分为人体吸收,同时也不给脾味造成任何负担。 食疗趋势剪对方子二,乌头一人茶。 本草钢木齐的乌头一人茶可调理试胖,主要成分为一米粥,赤小豆,带乳液,麻齿剪,怀泥,剑湿,绿茶,因配方的特殊。 一米粥,赤小豆,麻齿剪渗水滤湿的作用强,同时带乳液,切食能清热出发,降火等,能很好的去食热,维护人体的阴阳平衡。 小话那个专家建议,以上两种食疗房子搭配食用,红豆一米粥每天早上吃,解决了早餐的烦恼还能瘦下来。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,再冲泡屋头,一人茶来喝,一般坚持是一周即可开始去掉湿气,坚持二十八天,体内的湿气就基本去的差不多了。 那时候大便,都会变成金黄色的圆柱体,香蕉型的,是很通畅的,而且大肚满小下来了,人也会轻松很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